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一本关于婚姻关系的经典名著《幸福婚姻》,副标题是关于男人和女人长久相处的方法,作者约翰·戈特曼,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,人际关系领域的泰斗,戈特曼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,调查了超过3000个美国家庭,700多对新婚夫妇,他所开设的婚姻培训课程也挽救了很多家庭的危机,因此,戈特曼被誉为婚姻教皇,《幸福的婚姻》是戈特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。 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,出版后立刻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榜首,戈特曼在书中颠覆了许多关于婚姻问题的观点,比如很多人认为出轨是导致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,戈特曼认为出轨只是一个结果,而不是一个原因,还有很多人认为幸福婚姻的秘密,就是在发生冲突时运用各种沟通技巧,戈特曼起初相信这一点,但后来他发现,只有当冲突发生时才想到改善沟通,那么解决问题的成功率只有30%。 更让人惊讶的是,有些夫妻在发生冲突的时候,往往什么都不做,甚至连听都没听,就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,这不符合常理吗?那么什么才是幸福婚姻的秘密呢? 经过多年的研究,戈特曼认为,幸福婚姻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解决冲突,而是在于日常生活中如何相处,夫妻之间应该时时刻刻注意沟通,等到吵架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,学习沟通技巧,那就太迟了。 而那些经常吵架的夫妻,却是恩爱有加。戈特曼总结出了七条夫妻生活中的七条原则,只要做到这七条,就一定能处理好感情上的纷争。 戈特曼的培训课程也证明了这一点。 参加培训的夫妇中,一开始有27%的人离婚的几率很高,但是在学习了这七条法则之后,这个数字在6.79%个月之后就直接归零了。 这简直就是奇迹。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幸福婚姻的七大法则,相信听了之后,你一定会对婚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 戈特曼关于婚姻最核心的观点是,爱情是建立在友谊之上的。 如果你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,又怎么会有友谊与爱情呢?更别提议起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了。 那么,如何增进夫妻间的友谊呢?这是前三条法则所要讲的。 第一条法则就是要完善爱情地图,所谓爱情地图,就是指夫妻之间的了解程度。 比如你老公知道你老婆喜欢什么明星,你喜欢什么牌子的化妆品,你老婆怎么样,你老公支持哪支NBA球队,你喜欢玩什么游戏等等。 夫妻之间的爱情地图越详细,他们在婚后生活中的变化也就越好。 戈特曼的调查发现,有67%的夫妇在生完孩子后对婚姻的满意度会大幅下降。 尽管如此,还是有33%的夫妇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 不同之处在于爱情地图,即使生活发生重大变化,如工作变动,家庭成员变动,生病等,也能保持足够的沟通,共同度过难关。 麦奇和凯恩就是这样一对,他们对彼此的兴趣和信仰都很熟悉,不管有多忙,每周都会抽出一天时间陪对方聊聊天,聊聊最近一周的生活,加深彼此的了解。 自从女儿出生以后,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麦奇决定辞去全职家庭主妇的工作,同时调整了生活目标。 一开始,凯恩有些惊讶,甚至有些疑惑,觉得自己的妻子变得有些陌生,不过,因为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,凯恩对麦奇的变化也渐渐理解了。 原来母亲的身份对马基来说很重要,就像很多母亲一样,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。 结果呢,麦奇和凯恩在这段时间里都很顺利,相比之下,缺乏沟通的夫妻,很容易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产生隔阂,彼此之间越看越不顺眼,最后变成熟人,走向离婚。 因此,幸福婚姻的基础在于相互了解,为了增进了解,哥特曼推荐了一种游戏,列出了几十个问题,比如谁是我的好朋友,我喜欢吃什么菜,我这一周有什么烦恼等等,然后随机抽取十个问题。 夫妻双方互相写出答案,谁答对的次数最多,谁就是胜利者,至于这个游戏,每周都可以玩一次,而且还可以不断更新列表中的问题,玩得越多,他们的爱情地图就越详细,感情也就越好,要建立深厚的友谊,光有了解是不够的,要及时赞美,这是幸福婚姻的第二个法则,那就是培养你的爱与赞美。 前面提到过,哥特曼只需要花五分钟的时间来判断一对夫妇是否离婚,你一定很好奇,他有没有什么密集,说白了,就是哥特曼会让夫妻俩回忆一下恋爱或者刚结婚的时候,就算夫妻俩经常吵架,但只要能回忆起一些甜蜜的事情,比如恋爱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,比如对方有什么优点,有什么优点, 有什么方法可以追到自己,那就有可能挽救这段婚姻,如果只记得对方的缺点,见家长的糗事,没有温馨的气氛,那这段婚姻就没救了。 哥特曼发现,能够正面看待过去表达对彼此的喜爱的夫妇,有94%的几率会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,即使经常吵架,最终也会和好,两个人生活在一起,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,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像是一种缓冲,只要你觉得对方有优点,值得尊重, 就不会因为一点小矛盾和争吵而讨厌对方,就算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,你也会抱着一丝希望去挽救他们的感情,而不是马上就打算分居或者离婚,让这个缓冲去保持有效的最好方法是去发现你的爱人的优点,并且不断的赞美它,简单来说,夫妻俩找一张卡片,写下对方最喜欢的三个优点,比如乐观,温柔,注重细节等等,然后告诉对方为什么喜欢,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次这样的练习, 每一次列出不同的优点,都能明显改善你们的婚姻关系,使你们更加恩爱,除此之外,夫妻俩还能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经历,谈到结婚后最幸福的时光,经历了什么冲突和困难,最后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 这些关于婚姻的讨论,同样可以加深感情,培养夫妻之间的感情,幸福婚姻的第三个法则是彼此亲近,而不是疏远对方,首先,你要意识到生活中的平淡时刻是多么重要,当人们提到爱情的时候, 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浪漫的事情,比如山无冷,地有情,有敢对军爵发下誓言,有烛光晚餐,有惊喜的礼物,总之,这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感情,然而,在哥特曼看来,真正能够维系婚姻浪漫的,却是那些平淡而琐碎的日程琐事,比如逛超市,妻子问家里有没有洗完,丈夫耸耸肩,表示不知道,或者,当妻子早上醒来,告诉丈夫,我昨晚做了一场噩梦, 丈夫并没有说我在做梦,虽然这些细节看似平淡无奇,并不轰轰烈烈,但就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婚姻中每天的日常,决定了夫妻之间是能保持长久的激情,还是逐渐冷却, 哥特曼举例说,每一段婚姻都有一座感情银行,里面储存着夫妻间的感情储蓄,情感储蓄,是指夫妻双方积极地为对方所做的事情和情感交流,每一次婚姻危机时,这些感情储蓄都可以缓解矛盾, 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,而不是火上浇油,越吵越凶,如果你想增加感情储蓄,那就做个记事本吧,当你靠近爱人时,比如帮爱人做饭,柔柔肩膀捶腿,都会给自己加一分,如果你做了一些远离爱人的事情,比如忘记给他买袜子,或者忘记告诉对方不要回家吃饭,那么给自己减一分,这样,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,你的感情储蓄是否积攒够了,不过要注意的是,千万不要拿这本账本当筹码,比如, 有些人在算账的时候,会觉得自己为他做了那么多,而他却什么都没做,这让他觉得很不公平,甚至还拿着账本给自己的爱人看,让自己的爱人为自己做事,这种功利的行为,只会让对方反感,账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为改善婚姻所做的事情,而不是要求别人做什么。 听到这里,你也许会好奇,是否有什么活动能明显增加感情储蓄呢?当然,哥特曼推荐的最好方法,是向爱人倾诉最近的近况,遇到的困难和困扰。 婚姻问题,最常见的导火索往往不是夫妻间的矛盾,而是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压力,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凡人的上司,亲戚之间的矛盾等等,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生活。 如果两个人能够互相支持,共同面对这些外在的压力,那么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变得更加牢固。 哥特曼将这种谈话称为减压谈话,但他不建议每天都这么做,因为这需要一个放松的环境和心态,而下班之后,很多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,没有时间去做,太多的话只会给自己增加压力。 所以,夫妻俩每周或者每个月都可以选择一天放松一下,减压谈话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都能聊,就是不能谈婚姻。 因为减压谈话的目的在于给你们提供一个相互支持的机会,减少其他方面的压力,所以谈论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合适。 除此之外,哥特曼还给出了一些建议,使谈话的压力变得更加明显。 第一,夫妻之间要轮流倾诉,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说,这样可以更好的沟通。 第二,不要主动提出建议,如果你的爱人刚说完你就给出了解决方案,那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,或者根本不在乎。 很多时候,他们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而是理解和同情。 所以,不要急于给出建议,先说出你对爱人的理解,比如,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,如果发生在我身上,一定会气死的。 第三,要坚定地站在爱人这一边,表示一致对外,比如你的爱人迟到了,被老板训斥了一顿,你可别怪老板太严厉了,迟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也许有人会觉得,这是否有些对错呢?但是减压谈话的目的在于提供情感上的支持,而非对错的判断,站在爱人的对立面,只会让对方对你产生反感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 很多时候,只有把情绪安抚下来,才能解决问题。 下一次爱人找你倾诉时,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贴士,它们一定能使你们的关系更加亲密。 好吧,这就是增进夫妻感情的三条法则,不过,夫妻之间再好的感情,也难免会有冲突和争吵,这时该如何解决呢? 下面这三条法则会讲到这里,幸福婚姻的第四条法则,就是让爱人对你产生影响,使双方能够相互妥协,解决所有矛盾。 这条法则就是当你做出与家庭有关的决定时,要听取对方的意见,比如丈夫买车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,因为妻子经常要用这辆车,所以也要征求妻子的意见,妻子在做晚宴招待客人的时候,也应该参考丈夫的意见来决定菜单。 在这一点上,妻子比丈夫做得更好,哥特曼发现,绝大多数妻子,甚至那些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妻子,都愿意让丈夫为自己出谋划策。 哥特曼调查了130对新婚夫妇,发现那些希望孩子影响他们的丈夫们婚姻幸福。 另外,根据另一项统计,如果丈夫不愿意让妻子参与决策,那么婚姻破裂的可能性高达81%,情商高的丈夫们都知道幸福婚姻建立在尊重与妥协之上。 丈夫越认真的考虑妻子的意见,就越可能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。 如果丈夫总是独断专行,一切都由她说了算,那么妻子就会觉得自己在婚姻里没有地位,也没有人尊重她。 自然会产生负面情绪,迟早会爆发。 前面已经提到,接受爱人的影响是相互妥协,解决冲突的基础。 那么如何化解冲突呢? 第五法则和第六法则就是这样说的。 不过在此之前,我要先说说永久冲突和可解决冲突。 顾名思义,永久冲突就是那些不能彻底解决会反复出现的问题。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,应该是比较罕见的。 相反,哥特曼发现,在婚姻中,69%的冲突是永久的。 比如妻子想要孩子,丈夫却不想要孩子,或者夫妻之间的教育观念不统一。 认为对方对孩子太过宽容,持久冲突的根源在于夫妻双方价值观和性格的不同。 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改变,所以,不管过了多久,这些矛盾都是存在的。 但是,哥特曼还发现,持久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婚姻不幸福。 那些幸福婚姻的夫妇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应对持久的冲突。 哥特曼打了个比方,永久性冲突是一种慢性疾病,比如颈椎病肠胃炎,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。 不过,只要有合适的应对方法,除了偶尔不舒服之外,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 相比较而言,可解决的矛盾就没那么复杂了,能一次性解决,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。 比方说,如果一对夫妻在财务问题上有分歧,那么他们可以做下来详细的列出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,然后讨论各种开支的必要性。 最终达成妥协,以后再也不会为了钱而争吵了。 那么如何区分两者之间的冲突呢? 简单来说,持久的矛盾背后,是夫妻之间的价值观与性格的深层对立。 这是一场口角之争,往往只是导火索。 所以当你们讨论问题的时候,如果你们只讲事实,不谈其他话题,那就是可以解决的矛盾。 但如果你们聊着聊着,话题就会转移到对方的性格或者价值观上,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永久的矛盾。 举个例子,一对夫妇经常为开车争吵,妻子认为丈夫开车太快是危险的,而丈夫则认为妻子太小题大做了。 如果是单纯的争吵,这是可以解决的。 但如果争吵起来,妻子会抱怨丈夫自私,从来不关心自己的感受,而丈夫则会指责妻子不信任自己。 拿其他事情做例子,那就是永久的冲突,因为他们讨论的已经不是速度了,而是对方的性格。 那么如何解决冲突呢? 第五条幸福婚姻法则是以温和开始,妥协结束。 面对可解决的冲突,可以分为三个步骤。 第一个步骤是温和的开始,只陈述事实,不要一开始就批评和指责。 研究发现,讨论以什么方式开始,必然会以什么方式结束。 所以,当你和爱人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,可能会有个好结果,而不是越闹越凶。 最后两个人越生气,比如,妻子发现丈夫每次洗完衣服都忘记叠衣服,要自己收拾。 那他就会说,每次洗完衣服,你总会给我留下一些收尾的东西。 再说了,洗完衣服要叠,我又不是保姆。 这只会激起丈夫对妻子的敌意,并准备好与妻子开战,以维护自己的尊严,而非解决问题。 第二步是修复感情。 在讨论问题时,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歧和争吵,这些都会让讨论变成人身攻击。 这个时候,我们要及时刹车,控制讨论的速度,让双方冷静下来,然后再继续讨论。 我们可以用不带攻击性的语言来缓和气氛,比如你这样说我很伤心,或者我觉得我受到了责备,请你改改你的措辞好吗? 我们也可以暂停讨论,比如我们可能跑题了,或者休息一下,重新开始,这些话都能安抚双方的情绪,然后再继续讨论下去。 第三步是妥协。 哥特曼指出,解决婚姻中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寻求妥协。 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经营,再怎么相信,也不能随心所欲,那样只会让对方觉得不公平,最终导致感情破裂,而妥协的基础就是接受爱人影响的第四定律。 如果你能尊重对方,认真考虑对方的建议,那么很容易做出让步,很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。 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,哥特曼建议夫妻双方列出一份清单,列出一些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,以及能够灵活变通的事情。 说完可以解决的冲突,下面我们来谈谈如何处理永久冲突。 第六条法则给出了答案,学会与困难共存。 如果夫妻之间经常发生争吵,关系恶化,那么婚姻中可能会产生永久的矛盾。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,持久冲突源于夫妻双方价值观和性格上的不同。 哥特曼认为,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性格取决于他的梦想,这里的梦想是指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报复。 比如一对夫妻,丈夫总是不拘小节,乱放东西,而妻子则是有强烈的控制欲,要求一切都井井有条。 所以,两个人经常吵架,表面上看,这是两个人生活习惯的不同,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梦想。 可能是丈夫从小家叫森严,各种规矩都有,所以,他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家,体验一下自由。 妻子从小生活在混乱的家庭里,所以在他心中,秩序就是安全感。 每次看到丈夫乱放东西,他就会想起童年的混乱,觉得忍无可忍。 梦想来自于过去的经验,很难改变。 哥特曼认为,与其试图去改变对方,不如去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梦想,学会面对困难,如何了解彼此的梦想。 其实,我已经说过了,如果你能不断地完善你的爱情地图,不断地赞美你的优点,增加你的感情储备,你就会了解你的另一半,你就会知道你的梦想了,然后,你就可以支持他的梦想了。 这不代表你要帮他实现梦想,只要你不去批评他,不去指责他,认可他的梦想,比如丈夫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梦想,哪怕妻子完全不懂登山的乐趣,他也会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支持,比如帮丈夫买一些登山用品,比如听丈夫攀言,以此为基础,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,就拿前面那对夫妻来说,也许经过沟通之后,他的妻子发现,只要不是脏兮兮的东西,他都能忍受一定程度的凌乱。 但他的丈夫却发现,只要不是用完了,他都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,比如每天晚上睡觉前,他都会集中起来收拾一下,这样双方都会妥协,就算偶尔还会因为这件事吵上一架,但只要能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梦想,彼此都能容忍,那就不会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。 好了,说完了如何处理冲突,最后,我们来谈谈第七条法则,创造共同的意义。 哥特曼认为,婚姻不仅仅是在一起抚养孩子,分担日常事务,也包括精神生活,如果夫妻已经通过日常交流,了解了彼此的梦想,那么他们就能在梦想中找到更多的共同点,并最终创造出共同的意义。 比如,夫妻双方都认为家庭比工作重要,或者认为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,夫妻越能找到共同的意义,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亲密,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整体,一起朝着目标前进,所以,遇到生活上的困难,他们都会合作解决,而不是互相指责。 在确定了共同的意义之后,夫妻二人需要加强彼此的存在感,时刻提醒自己,存在共同意义的方法是什么,为了强调家庭关系,夫妻可以定期去拍一张全家福,或者一起做蛋糕庆祝家人生日,除此之外,还可以在家中显眼的地方放置象征意义的物品,比如基督教的夫妻,可以将十字架放在床头,也有人会在地炉上放一尊天使雕像,已是对孩子的关爱。 说到这里,幸福婚姻这本书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,最后,我要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精华,幸福婚姻的秘密在于日常生活中运用七大法则,法则一,完善爱情地图,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感情和想法了解的越多,他们就越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,抵御生活中的风浪,法则二,培养你的喜爱与赞美。 就算夫妻之间经常吵架,只要两个人都喜欢对方,看到对方的优点,吵架也不会一发不可收拾。 法则三是彼此靠近,而不是分开,真正能够维系婚姻的浪漫,就是日常生活中彼此交流。 亲近的小细节,这些细节越多,夫妻间的感情越深厚,关系就越稳固。 而增加情感储蓄最有效的方式,是通过放松的谈话,互相支持。 法则四,让爱人影响你幸福的婚姻,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。 所以,当你做出与家庭有关的决定时,不要自作主张,而是要考虑对方的意见。 第五条法则,以温和的开场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,遇到问题,夫妻之间要合言悦色,吵架的时候要及时刹车,修复感情,然后找出一份清单,让双方达成妥协。 第六条是学会与困难共存,对于永久冲突,夫妻双方首先要与对方分享各自的梦想,然后根据彼此的梦想,通过列出清单的方式找到平衡点,达成妥协。 法则七,创造共同的意义,通过分享梦想和寻找共同点,夫妻能够创造一种共同的意义,从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,从而更好地应对冲突。 为了加强共同的意义,夫妻可以制定一些家庭仪式,或者在家里摆放一些具有共同意义的物品。 幸福婚姻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里,音频下面是听书笔记,明天见。